台灣地形優美 四面環海 漁業發達 漁船遍布三大洋 我們的漁獲除了能供應國內的市場需求 也能外銷各國 對 身為一個快樂的漁夫 我的日常就是捕漁 外銷快樂生活 先等一下 台灣在2015年時 被歐盟列為打擊IUU不合作警告國家 你知道嗎 誒 IUU是什麼 IUU就是 非法 為報告 為所規範的漁業 為了賺取利益 對海洋生態造成極大的威脅 我們台灣有做這種事嗎 當然大部分的人還是很奉公守法 但仍有少部分的漁民在從事非法捕漁 才會導致我們被舉黃牌 而且 當時台灣的漁業也有一些問題 一 法則與不法所得利益不相乘 簡單來說就是 法則不夠重 接著第二點就是 缺少對遠洋漁業的有效管理 啊 抓不住啦 第三 未能系統性遵循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相關義務 意思就是 我們沒辦法配合國際打擊IUU的節奏啦 這麼說來 我們國家的法律修訂 要再多多加強囉 是啊 不然我們就會像現在這樣 被舉黃牌 列入不合作國家 後果不堪設想啊 聽起來好像很嚴重耶 到底這個事件 對我們會有什麼實際的影響呢 發生了這樣的事 就代表歐盟認為我們 對於非法捕撈的漁業管理還不夠嚴格以及精密 若不改善 記得被舉了紅牌的話 台灣的遠洋漁產就不能外銷至歐盟的會員國 這就會造成經濟上嚴重的損失呢 什麼 這麼嚴重喔 那 那我們該怎麼辦才好呢 你別擔心 面對這樣重大的事件 我國的漁業署也針對法律架構 監測系統 管控及監督措施 隨產品可追溯性 國際合作等四個面向的執行來打擊IUU 首先 第一面向 法律架構 漁業署訂定了遠洋漁業條例 並配合修正 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管理條例 漁業法等部分條文 下面提到的就是所謂的漁業三法啦 第二面向 監測系統 管控及監督措施 行政院成立打擊IUU跨部會專案小組 雙射電子漁漁日誌e-lawbook 即時回報漁獲資料 掌握漁船即時作業資訊 落實謝於聲明制度 推動國內外港口轉載宣報 謝於檢查措施 24小時漁業監控中心FMC 對進入我國之外國籍漁船 執行港口國管理措施 第三面向可追溯性 漁業署執行遠洋漁業相關業者 集合策略計劃 以及發展MCS整合資訊系統 來追溯漁產來源的合法性 第四國際合作 與我國關聯較高之國家 來建立合作關係 並強化遵守各國際組織規範 哇 看來有了這四大面向 一定能確實掌握非法捕魚 給它大大的取地跟開發啦 而且我們會依據漁船總噸位的不同 對違規者進行財閥喔 還好我們的船挺輕的 啊不是 重點是不能做出違規事項啊 會對生態造成影響的 說得好 那就讓我來跟你說說 第一波財閥的案例吧 好啊好啊 快說來聽聽 我國的金某號漁船 遭國內港口檢查 查獲大目尾超補 結果船長被處以80萬的罰還 經營者被處以400萬的罰還呢 喔 真是慘痛的代價啊 果然要想擁有快樂的捕魚人生 就要在合法的範圍內 謹慎地從事捕撈呢 這是一定要的啦 跟你分析講解了這麼多 有沒有讓你更了解 打擊IUU的事件呢 是的船長 我了解了 也希望全民都能和我們一起 關心漁業議題 為儲蓄黃牌盡一份力 讓台灣漁民們 都能安心捕魚快樂出航 遵守漁業管理規範 確保永續漁業資源